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我個人呢 我會填個二 我比較悲觀 中美關係的話 好就好不起來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 拜登一直在強調中美關係是 競爭與合作一起來 這個競爭與合作 對我們這個中華文化來講 是比較難了解的 就是說是這個 好像有一點像是一邊反目成仇 另外一邊的話就相親相愛 我們覺得這個好像是 有失原則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事情當中的話 就是我比較關注 因為這一次的話 這個習派會呢 其實嚴格來講 其他事情都不是那麼重要 嚴格來講就是 有關於台灣的紅線的問題 這個是最重要的問題 所以說大家也很關切 這外媒都是針對於台灣報導 就除了台灣以外 全世界都在報導 台灣是一個世界這個危險的 幾乎就等頭於烏克蘭這種等級的火藥庫 那除了我們自己的話 因為我們在忙的就是選里長 所以也就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話就是說 實際上呢 就是拜登講這句話 一點根據都沒有 就拜登可能因為忙 為了忙其中選舉的關係 所以說對於這個二十大的報告沒看 二十大報告講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就是說第一點是由共產黨來引導 來指導這個企業 第二個的話 有關於兩岸問題的話 就是說一切以和平為主 但是絕不放棄使用武力 然後第三點的話 就是說全場的人士鼓掌鼓了38秒 這個三件事情的話 拜登都不知道 所以他現在講說 我不認為這個會 中國會這個 好像入侵啊什麼的 他講的話根本就是 幾乎跟他的幕僚都前後矛盾了 實際上他講這個話的話 就是完全一點責任感都沒有 他只是告訴人家說 要不要握手握成這個樣子 突然講說你明明 但他只會講說 我們不允許你現狀改變 現在現狀已經改變了 現狀改變了 搞不好我們現在講的時候 頭頂上就已經有人 有這個解放軍的飛機 已經越過海峽中線了 這以前沒有的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改變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危急的狀態 誰改變了 對 然後為什麼 我們這邊的話 就讓老百姓完全無知於 自己的危險處境 你要問很多為什麼 你就會發覺說 拜登只是在完全配合演出來 只是這一次的話 這個G20會議當中 有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大家都注意到中國的地位 在俄屋衝突的過程當中 顯得又往上提升了不少 所以說這個自然而然 你不管是低調也好 不管是韜光養晦也好 反正中國的地位 跟以前是提升了非常多 拜登講這句話 也不需要什麼證據 只要是維持這個情緒好 但是美國人現在是非常想 跟中國做生意 這倒是真的 這個是他本身背負了一些壓力 原因在這裡 所有的西方媒體也好 中國自己的學者也好 他們基本上都是呈現一個 比較悲觀的態度 那這個是有理由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兩國的體制是大幅相托 首先的話 就是其中選舉剛結束 那眾議院的議長換人了 他今天就講明了 他叫麥卡錫了 他就說他就不排除2023年的時候 就要訪問這裡了 那麼又來了 又來了以後 那這個事情 在25、26年前的話 就是當不同執政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個叫金瑞奇的時候 他在當眾議院院長 他也來過 這個大陸本身來講的話 心裡的早就有數 他這個遲早都會來 因為這個又賺錢 然後又出名 名利雙收 所以他一定會來 這會來以後呢 這個會製造出那個美國 對他來講的話 除了賺錢以外 除了擴張知名度以外 還給拜登一個難堪 所以拜登現在講這種事情 就是要能夠降低這些事情 因為這個是可以預料到的 所以他一定會來 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中美關係 因為你一個這個 意見多元的社會 跟一個意見議員的社會 大家做事情 一邊是同心協力 在中國這邊 就不會有例外發生 然後在美國這邊的話 就不可能沒有例外 一定有例外發生 然後這件事情的話 然後而且最嚴重的 最麻煩的是 美國人喜歡看熱鬧 你看熱鬧 如果這個眾議院院長 如果來了以後 第一次 就是大陸能夠忍耐吞聲 能夠吃下去呢 那接下來的話 他就會加碼 加碼 繼續加碼 常來 買院票來 天天來 那就不得了 那就不得了了 我跟你講這個是美國 第三位的重要人物 那他一定要搞到 就是說 一定要搞到中美之間的話 因為兩國之間關係 最好的就是 軍事互相的觀摩 一起演習 這是最好的情況 那在這情況的話 我覺得石英宏 講的這個觀念 是說他對於中美的期待太高了 實際上的話 把那個晶片 那個晶片能夠解除 限制 解除各方面的設計 市場美國人都可以不要了 美國人都自己 班師都把自己的腳 狠狠砸下去 他都可以幹出來這種事情 那你想想看 還有什麼事不會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確實是比較麻煩 中美之間的關係 到目前為止 但是我要強調一個重點 這是美國自己一方面的 事實上我在大陸待的時候 大陸一般人 就有一點還 弄不清楚 被打懵了 美國到底在幹嘛 他們都還在懷疑這個問題 美國到底在想什麼 做什麼 那實際上我們看得很明白 美國就是跟你在玩修基底的陷阱 就是看得很明白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讀書拿博士的地方 講的就是荷蘭文 這個荷蘭人在歐洲地區 雖然地屬西歐 但是它有幾個特點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國家不大 但是擺出來的氣勢 就是大國氣勢 所謂的光榮革命當中 就是英國人請了荷蘭人 去當他們的國王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 在海外的話 在擴張殖民地的過程當中 算是第二批的 就是西班牙跟普特拉之後 第二批的帝國主義者 你現在看荷蘭本身的話 三分之一的土地在海平線底下 然後第三個 荷蘭人的商業精神 就不比以色列差 就是說 你想我舉一個例子就知道 就是當年 這個台灣外交孤立無援的時候 第一個從歐洲 直接飛到今天40年了 就從阿姆斯坦山 飛到台北這條航線 荷蘭人都做得出來 那時候它違背了多大的意志 也是一樣違反了 很多人的意志 然後大陸那個時候 就降他們的外交成績 因為它賣了兩艘潛艇 海龍海虎 就是那時候荷蘭人過來的 所以說本身在做生意上來講的話 只要有利可圖 絕不千繞 那這個阿斯曼爾現在面對的 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全世界需要阿斯曼爾的光刻機 不管你多厲害的話 能夠需要這種光刻機 能夠買得起這種光刻機 能夠就是說 將來這個光刻機的設置 對於它的科技發展有幫助的 大概只有中國大陸 說句良心話 大陸如果不要3nm的芯片 那連那個台積電自己 都不需要這種光刻機 這種光刻機只能賣到 所以說呢 這個招手在我看來 在我解讀上呢 就是說 這個習近平呢 特別給河南的這個 荷蘭的這個呂特 給點面子 因為你看其他人 都是排著對見他 他這邊倒過來 他比較主動一點 那意思也就是說呢 荷蘭本身 按照我前面講的那三點呢 從來就沒有把自己當小國看 荷蘭人長得特別大 這是雖然國家不大 但是他人特別大 他就會注意到這個重點 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 現在我這個生意當中 我這個 這個佔據了 我們荷蘭最重要的科技當中 不能賣不掉 那也只能夠唯一的買主 所以說 這等於說是 狼有情沒有義 情投意合 所以這件事情會出現很大的 現在問題是卡在 美國政府給荷蘭政府壓力 那荷蘭政府 會不會因為美國政府的壓力 就對荷蘭的企業給壓力 那當然站在ASMO的角度 他當然是希望你不要來煩我 我只想好好跟大陸做生意 這個之前ASMO其實也有強調過 但現在呢 面對這樣的政治壓力的時候 那荷蘭政府官員 尤其是領導者這個首相 跟大陸的領導人習近平就當面談 那當面談了以後 習近平就告訴你 維護全球產業的供應鏈穩定 反對把經貿的問題政治化 這個說法 其實完全適用在什麼 完全適用在韓國 韓國身上 我們就等著看 跟南韓的尹錫悦 他講不講這個 講了 講了 已經跟剛剛講的一模一樣 講的一樣嘛 對不對 我在你這個節目講過 這個科技的發展 記住啊 科技永遠是發現自然的規律 不是發明了什麼自然 在這種情況下 假以時日 像韓國跟台灣的這種科技的話 大家過一段時間 都可以到達這種水準 這荷蘭這種情況 他是想辦法如果配合的話 把裡面有美國專利的部分拿出來 換成日本的 換成德國的 換成法國的 然後一部分把它取代後 直到它能夠出口為止 因為我在強調 就是說荷蘭人是非常非常 像猶太人一樣 非常會做生意的 那能夠繞過環 能夠賺到錢 因為實際上 大家也可以非常了解 因為你居住上的用品 根本不需要 這麼高端的芯片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因為 其實這個COVID-19 這個新冠病毒呢 給人產生的一個感覺 是又愛又恨 因為我們現在 又愛又恨 又愛又恨 愛的原因的話 是因為這個 你聽我講 這個一方面 相對性的剝奪 像我在大陸待一段時間 回到台灣 很多人會覺得說是 你為什麼回來 我說台灣就不用隔離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自己本身都是獨立作業 我沒什麼社會生活了 所以說這個 基本上就很自由 這個我還蠻愛 蠻愛這個回到台灣生活 但是我非常痛快地就說 你這個其實相對性而言的話 你這個被感染的可能性很高 對不對 你在這種感染可能性很高 因為你到目前會聽到的話 就是包含了現在WHO 再加上美國的Antoni Fossey 他自己都講說 這個危險還是存在的 所以說大陸現在面對這種情況 我是最了解的人 就是因為你在大陸本身 這個堅持的動態清零 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一個政策了 已經是一個國家的決心了 你能不能做得到 絕大多數人放開躺平 都實在是做不到 所以說現在這個 節目在這個鴻燊的話 當然他剛開完了 這個東協國家的會議的時候 那握手人當然很多 很多啦 所以很多人的話就很害怕 民集會說真的就是有風險 那我覺得在裡頭的話 大陸去的是李克強 不是習近平 除了他以外 其他都蠻危險的 對不對 但是大陸本身來講 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 而且比較嚴格的 這個問題就不會太大了 對我覺得 剛剛介紹這麼多 這個習近平會見的各國元首當中 我覺得尹錫悅這個代表韓國 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表面上的話是貿易 因為韓國非常尷尬 它的那個 三星呢 不管採了這個晶片 有多發達 跟台積電性質是一樣的 完全受制於美國 一點獨立自主的權力都沒有 實際上的話 是在美國這個老虎牙齒底下 搞一點這個 塞牙縫的東西來吃 這個是不在畫像 為什麼我說它特別重要呢 因為現在這個北韓 這個態度非常非常的兇猛 那個發射的一個導彈 都是幾十顆幾十顆算的 那個以前的話 是發射一顆兩顆 不得了 日本叫韓國叫什麼的 然後這一次的話 就是美國發覺 就是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講 整個東 就是東亞的地區 現在最危險的可能不是台灣了 現在最危險的話 就是台灣可怕 然後連第二名都排不上 第一名是韓國 第二名可能日本 因為這個的確 因為這個韓國不用講了 就是說是對於這個 這個金正恩的話 他已經擺明了 就是說你們之間的話 聯合的話 我就非把你們推垮不可 就是說這個打赤腳的 不怕穿鞋的 他就跟你來個於死網破 同歸於盡 這個他都不怕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俄羅斯這邊 本身來講的話 對日本的態度也是越來越強烈 越來越強烈 那日本本身的話 也不願意吃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那個韓國本身 一定要透過中國 只要能夠答應 他會答應 就是要解除 他面對的危機與壓力 因為這個金正恩會給他的 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說他自己手上 大概有個史萊克核能 核彈了 就是韓國一丟 那韓國就完蛋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沒有中國的同意 那那個金正恩是打不起來的 一定要中國支持同意 因為你看這個整個 歷史的傳統各方面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說金正恩目前為止 他看得很明白 就是說對於俄羅斯跟中國的話 是他唯一的靠山 這個他靠得很緊 然後呢 就彼此之間的這個相互需求量 也非常大 所以他呢就是 穩居不敗了 是這種情況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他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